悲催,巴萨球王制造了世界杯首场冷门,北京时间6月16日,21点点整,世界杯地组一场比赛,在斯巴达克竞技场展开角逐,阿根廷到冰岛,两队在世界杯上首次碰面,阿根廷实力强劲,球星云集,拥有世界上最强的攻击群,巴萨球王梅西,曼城球星阿归罗等悉数上阵,阿根廷队是夺冠的热门球队之一, 冰岛队是首次参加世界杯,全国人口约50万人,冰岛队迎来具有历史意义的世界杯决赛圈首战,此前的热身赛,冰岛队一场未胜,此战不被看好,然而冰岛队靠着顽强和坚韧,实实在在的一比一逼平了拥有巴萨球王梅西的阿根廷队,抱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冷门,更为可悲的是阿根廷球星梅西竟然发丢了一粒金子般的点球, 比赛开始后吧,阿根廷展现了强大实力,第十九分钟罗霍转射,阿归罗十四马处停球转身,左脚抽射入打入左上角,冰岛三名后卫未能及时封堵,失球后的冰岛如梦方醒,他们加强了进攻,冰岛第二十四分钟扳平, G7古德森进区右侧传射,比亚尔纳松近距离统射未果,皮球被卡巴列罗勉强扑出,分伯加松小进区前补射入网一到一,之后上半场双方都没有改变比分,下半场阿根廷继续强攻,冰岛队门前风声鹤唳,但是阿根廷队只开花铺结果,第六十四分钟阿根廷迎来机会, 球王梅西携传,马格努森进区内撞倒梅萨被裁判判,罚即行,阿根廷球星亲自主罚,结果点球被冰岛门将哈尔多松扑出,懊恼的梅西双手抱头表示愧疚,俄罗斯世界杯赛场上第一位点球不进的,居然是巴萨球王梅西,之后的比赛阿根廷占尽优势,可惜比分一直为10的1比1,与其说是冰岛队逼平了阿根廷队, 不如说是巴萨球王梅西点球不进制造了俄罗斯世界杯首场冷门